欢迎收看杜高斯贝电视 美国第三季度GDP增长率为3.5% 好于市场预期 今天与我们一起来讨论这个问题的 是来自于Aircup的董事总经理丹尼尔黄 丹尼尔 欢迎你来到杜高斯贝电视 美国第三季度GDP增长率为3.5% 请问您对此有着怎么样的 看法呢 美国第三季度的出口增长为7.8% 而与此同时进口则下降了1.7% 另外美国在用于全球军事防御的支出 比起上个季度增加了15% 所有这些因素都是GDP增长的原因 让我们来看一下失业率数据 在10月25日公布的数据预测 是近13年最好的数据 那么您认为对增强美国经济有着怎样的作用呢 我认为目前来讲 需要等待下周的NFP数据 这会让我们对美国第三季度各个领域的生产有一个全面的了解 整体的失业率下降了 消费者支出将会相应的提高 这对美国的经济来说是十分有利的 美联储在昨日确定了暂停资产购买 并将资产负债表收缩1.66% 开始考虑利率上涨的变化 那么您认为这对美国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美联储这次的决定 在市场的预期范围之内 也与之前的言论保持着一致 关于何时提高利率 这一直就是一个焦点 其中劳动力市场的表现是决定性的因素之一 由于劳动市场的好转 美联储表示 从更广泛的经济层面来看 有充分潜在的力量 支撑在价格稳定的条件下 持续实现完全就业 关于GDP的增长 我认为我们还需要将目光 投向个人领域的发展 以及政府支出的一些变化上 好的Daniel 感谢您的参与 观众朋友们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请持续关注 我们为您带来的更新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